大家好,今天又會說加美拉斯戰艦 在影片開始前,如果202的特雷莎安排成同舊版的特雷莎一樣設定 即身體全都是反物質,大家覺得怎樣呢? 主義之號登場在宇宙戰艦大和宇宙地區 在冥王星艦隊裡擔任旗艦 都是這個人的助艦,雖然是戰艦,但畏雷在驅逐艦系列裡 在設定裡提到它不是戰艦和驅逐艦的概念融合而成的東西 而是19世紀之前的風範戰艦和護衛艦的概念融合而成的東西 船體看得好像一條魚一樣 Fish 我以為兩座大型三聯裝能量炮 一座中型三聯裝能量炮 四座小型三聯裝能量炮 藍體安裝了大量魚類導彈發射管 藍手有一個開口,不知有什麼用 但加米拉斯的中型戰艦大多採用這個設計 古古怪怪 這隻戰艦大王到第一個那邊 大王後用了戰艦 優著主義之的助打 和利用關星逼他出去 主義之的藍甲聯合小行星狀位 咦?都陣亡了 現在弄到重複版的那邊 主義之的賀比製造造長身 名為蓋德羅級宇宙戰艦 它不單是修魯茲的座艦 亦是各類武特蓋爾的座艦 就是這個長頭掃劍粉搶 長頭掃是什麼意思? 機會主義者 哪邊大,就靠哪邊 劇中有多黑人爭,我不多說了 戰艦基本數據 可以為三座三輪裝330毫米洋電磁光速炮 四座三輪裝280毫米洋電磁光速炮 十二座藍手魚雷發射管 第一部有21座魚雷發射管 四輪裝近接防禦火器六座 單座近接防禦火器三十二座 魚雷發射管可以發射正常的加美拉斯魚雷 這隻戰艦都被福特級大 應該放多幾架戰機下去吧 修魯茲的造型艦叫修華里爾 他登場在第一閘 一起跟隊友吊打地球艦隊 在第六閘裡 反射衛星塔被大和號的三射彈出位後 修魯茲聽了手下說的話 一副號牌打成藍牌 藍隊全軍覆沒 又剩下他自己一架撃離大和號的追擊 第八閘裡 藍隊發射德斯拉魚雷 結果魚雷的電話武器燒到射彈也沒有 之後又加藍隊擊 炮好用光龍下打開洞 不如說呆了 結果被耀斑融掉了 可憐 吉爾加尾10在第十閘登場 在葛雷姆特蓋爾的座籃 這個吉爾加尾10 不是那個吉爾加尾10 亦都不是那個吉爾加尾10 他吸分青紅造白 前衛藍隊開洞 他藍隊UX17塔 太陽差點 吸入了前衛星塔 A15閘裡邊 因為蓋爾 違抗了敵之體都不反航命力 現在是德斯拉行作 接走大會 保護主機戰艦 A18閘裡面 也出現了一些蓋德羅級戰艦 但之後沒有出現 在2022閘裡 也登場了一些蓋德羅級戰艦 但沒有什麼氣氛 在2025閘裡 徹底變成了翠皮戰艦 一下就被贏了 凱瑟拉多級 是蓋德羅級的現身戰艦 亦是1999製作組原創出來的戰艦 這一級戰艦比凱德羅級擁有強大的火力、防禦力和動力 可以在擁有密集氣體的星雲或大行星大氣層防衡 例如木星和七色星雲 全體和凱德羅級相似,但艦手沒有開口 連了封閉式艦手 戰艦基本數據 武器和凱德羅級相似,但夾板的主砲是有炮管 間接防禦火器增加到8座 在1999製作中登場了香格里拉號和基爾梅內武號 香格里拉號登場在第14集 它是情報官米塞拉斯雷斯特拉的座籃 只登場一次後不要出現 基爾梅內武號登場在第15集 是基母內的座籃 對呀,這條粉搶 它指揮了 奧爾塔尼亞星頭的打絕沙 加美拉斯人和地球人一樣,沒有什麼分別 只不過在語言上和皮膚上不同 在13集中負責保護人工耀塞,第二巴列拉斯 在印尋山林吉利一條砍倒閒到楊興月賞爆炸 因為對於地圈的爆炸和基母內的狀態 亦都不例外 這個死太便宜了 誰知是202登場多一次 不要再跟我說什麼總數9月了 奇遇戰艦在202登場 還在14集那邊 痛大禍後反攻毀滅方舟 最不好看的24集一大句廢話 放飛自渴 戰艦打架就沒有 一看到我發猛症 梅爾托利亞級登場2199 亦是2199女兵的原創戰艦 戰艦外形跟迪斯托利亞級相似 但藍手幾乎小 還被設置在兩側中央 藍帝則亦裝有牽引光線 在第10集出現過一次 負責拖著大禍木鐵 還有他是梅爾手下的助男 有些例外 戰艦基本數據 可以為2座三聯裝330毫米 揚電子光速炮 2座三聯裝280毫米 揚電子光速炮 4座三聯裝280毫米 揚電子光速炮 和6座攬手魚雷發射管 在後面的主炮 有一座機庫 應該可以放幾架戰機 這炮是海瑟拉多級主炮用具 在第10集登場 名叫EX-178的梅爾托尼亞級戰艦 拉出大禍木鐵 來開始練成後 被這段登場 撞死了 在11-15集登場 但之後沒有登場 第13集登場了 XD 所以五艦大禍木鐵 反而被大禍木鐵 今天說到這裡 第一條影片說 澤古魯特級戰艦和 哥爾巴迪斯級航空戰艦 下次再見